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我是Ea 今天要玩點無頭幫起源 好那我們今天這集我決定要去釣一下 之後幾集要抓的寵物的一些素材 那它是在那個 地圖上方的這個 這個 這個雲霧之 就是寵物裡面有一條 好像叫碗星河還是碗什麼河的 然後我要在這裡 因為 蠻多人是推薦在那裡抓 因為在那裡釣大雜蟹的 數量好像比較多 然後之後再去冰清湖這裡 釣水池龜的三文魚 就是這樣子 然後今天還會去開啟一座燈塔 就順便開啟一座燈塔 看一下我去從這裡 然後沿路上去 對那就開雪山的就好了 下面這個等到說 有空再說吧 那我現在已經把我身上的 就是我箱子啊 我箱子其實分佈了很多的蟹 然後我也不知道到底剩多少 反正有一個之前在累積的 我就全部拿出來 我就都把它給它拆分成一半一半 然後去來釣大雜蟹跟三文魚 好吧 那我們就出發吧 欸怎麼會是你呢 好沒關係 好那我們來到了春日海岸這裡了 然後我們就繼續往上來到這裡 然後河就在燈塔的旁邊那一條 我們就慢慢走過去吧 後來想到它這裡很多河 然後我在想挖 我思考一下我要怎麼過去 我決定先從這裡渡河 然後再這樣往雪山的燈塔前進 因為我覺得 我如果繞這裡的河的話 前面又有一段河道 就是那咖啡色的線 所以我不如就先從這裡 然後繞一圈繞過去好了 目前我已經走到了韓星平原這裡 然後開始看到一些雪原熊的出現 那朝著我現在這個方向 可以到達燈塔的位置 我們就 沿路欣賞這裡的 風景 哇 雪原狼欸 它到現在還是還沒開放 我相信到時候開放的時候 一定是一波人開始就是 就是集中打狼 然後抓王 然後開始又在頻道上面 一直賣什麼雪原狼王 然後什麼頂峰 然後賣多少魔金幹嘛的 就開始那個 就跟沙漠狼王一樣 大角路真的跟雪原地形還蠻搭的耶 然後旁邊又是一個 這麼漂亮的 月光 現在真的是一個 漫漫長長的 釣魚 釣魚生活 為了要去釣魚 好 我們已經快到達燈塔的位置了 好 過了這幾棵樹之後 我們就到燈塔的位置了 看一種穿越樹林的感覺 哇 怎麼下面有人在說 收上古二龍 不是用買的沒有辦法交易出去嗎 我不知道啦 那我們要先開啟這座燈塔 然後再去下面的河釣魚 快 大角路 啟動寶珠 啟動寶珠 總算又解開了一個地形 喔 我家隔壁的工地好吵喔 這裡叫孤陰雪山 它旁邊還有一個水晶的礦場 的地區耶 真的要打開這些迷霧 才能知道說 有些礦物到底在哪裡 喔 我都餓了 我都沒有注意 好 我們就往下走吧 好了 我們到達河岸了 那我們就在這裡釣 好 我們先把魚竿放在快捷欄 然後把蚯蚓的耳放在這裡 然後 先點擊蚯蚓 先點擊那個 然後 再按這個 它就會自己輸入那個狀態 好啦 那我們就先在這裡釣 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再去冰清湖那裡 那我剛才已經釣完 就是釣到了32隻大雜蟹 因為我要平均一半一個給 巨猿 然後一個給岩漿石灰 所以 就釣一半就好了啦 他們的數字我就先不強求 至少我先抓 能抓到他們就好 然後我剛才看到這裡有一個水晶礦 我想說來這裡挖一下好了 不是你 這邊不是有水晶礦嗎 還是在上面的地方 找到了 我先把這裡挖一挖之後 我們就去 去那個 這裡 最遠處的 真的好極端的位置喔 去冰清湖那附近 你釣那個 三文魚 耶我們總算到了 走好久喔 我那時候心想如果有車或者 摩托車的話 該有多好啊 但是這次 真的越是跟大角路一起 還蠻感動的耶 因為我第一次來弄水石龜的東西的時候 也是騎著大角路 好 好啦 我們就 下去 就是 滑到湖中間好了 看一下喔 什麼 他說 把我到時候回家整理一下 屋 配件 為什麼連船這種東西都要 跟著那個放在一起啊 讓我覺得好傻眼喔 他這個人的家借我釣個魚 就在這裡釣吧 坐在別人家釣魚 好沒有禮貌 但沒辦法 因為 不知道怎麼講耶 就是 我一開始一直以為說 這些設施啊 他說 大多數設施同時只能放20個 我一直以為是 一起 就是他的單一量只能放20個 結果他是合在一起的 他好多設施都是合在一起的 這樣也太過分了吧 那 我只能收掉很多熔爐啦 我只要回去整理一下 不然我真的覺得 太過分了 真的很過分 連出外都 都算成在家裡面的概念耶 我覺得這個系統的部分 應該要改 而且還要再把那個 那個叫什麼啦 我覺得要再把一些容量 的配件的容量 的那個上限再拉高 高一點 不然我覺得這樣真的好少喔 20耶 真的蠻殺眼的 好了那我現在其實在 春日海岸這個 君子河這裡釣鯉魚 因為我 因為在冰青湖那裡 就是 鯉魚釣得很少 然後 我釣到就是七隻大雜蟹 欸 釣完蟹然後 還蠻多三文魚的 但是鯉魚真的超少 然後 欸 這精靈魚是我釣到的嗎 我不知道耶 因為我記得我出門之前 我沒有把精靈魚放在身上 真的假的 我隨便釣的耶 所以這個 1%的機率隨便就出現嗎 不可能吧 因為我今天都沒有拿 我身上的精靈魚啊 我完全都沒拿 什麼都沒拿 太可怕了吧 好 好啦反正 魚都釣 就是魚也釣到了 然後 什麼都有了 那我們就 回家吧 好啦我們 總算回來了 然後 就把一些東西 先放一放好了 下一集呢我們 我想我們先去捕捉巨猿好了 因為巨猿 距離我們家 感覺比較近一點啦 他就在傳送 在 熱熱河谷這裡 所以我想說先去他那邊好了 因為我那個時候有看到 怕很多玩家一直在那邊攻擊他 然後 之後的話 就到說再說吧 看是先抓 先抓沙漠狼王好了 反正先抓完巨猿 再抓沙漠狼王 反正一集一集慢慢來 也蠻感謝 就是大腳路就是 過了幾集後的出現 然後 載著我們到處跑 那今天這集影片 也在這裡告一段落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想要持續追蹤我的動態 記得幫我按個訂閱喔 那記得打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那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